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12月4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日前,在白纸运动中 成为中国抗议活动消息发布渠道的推特账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在接受德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自己的父母今天被公安局找上了 不希望他再发这些推文 据报,李老师的推特账号 在8月份时大约只有5万粉丝 但现在已经涨到了80万 他说,他很清楚 粉丝是为了他所传递报道的新闻而来的 而不是为了他这个人 他很感动有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面对现在网上对李老师出现的质疑 他说,他不打算回应 也不会为了证实什么而暴露自己 真正让他感到困扰的是 自己的父母再次被警察查找 他说,主要是想弄清楚 我发这些稿有没有收钱 以及别人给我投稿 我有没有给他们钱 另外就是,他们想知道 我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 然后就是说,我可以回去报效祖国 不应该发这些阴暗的东西 据报,李老师的父母非常担心他的安全 害怕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影响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发推特 但他说,我更担心的是 我闭嘴了,我这个人就消失了 我必须要保证我能说话 因此还是会想办法坚持一下 据悉,全球很多媒体都采用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账号发布的内容 李老师认为 自己和传统媒体有所区隔 传统媒体更加严谨 他则比传统媒体有更多的时间 去发更多消息 在同时间内 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都会发 但传统媒体只会去发最重要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的作用是记录下这些事情 让更多外面的人可以看到 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 他说,我只是一个记录者 恰巧被历史选中了 他认为真正伟大的人 是敢于站出来 敢于站在街上的这些人 据报,从近期河南郑州富士康的 相关新闻开始 李老师接获民众大量投稿 必须加以整理 判断真伪和删选 以这几天的视频为例 他从早上9点忙到晚上12点结束 游行抗疫最激烈的时候 一天甚至只睡3到5个小时 一边头疼,一边坚持发布 对于有些人称之为白纸革命的活动 他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之外 其实还有更多的民众 更多的小城市 他们的诉求其实只是关于防疫 很简单,就是要求解封 这是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地方 也就是说,一些小的声音 其实没有被传统媒体捕捉到 因为他们的声音不够吸引人 根据采访 李老师接获关于中国社会状况的 投稿内容范围很广 很多投稿内容很悲惨或激烈 被问到如何调适心理状态时 他坦言,自己在网上做测试 都已经是重度抑郁症 但推文当下没有时间想太多 甚至你在直播里看到有人被抓走 你想到的事要立刻发出去 回过头来看,则还是很难过 李老师被问到 如果未来不再收到这么多投稿 他会从事什么工作 他说,我可能会先申请政治庇护吧 他说,近日都在从事高强度的工作 实在太累,会先休息一段时间 他说,他是画画的,也喜欢写字 未来有可能会去写下一些 对投稿者的采访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3号表示 预计俄乌战争在未来数月的战况 将会放缓 他同时认为,没有迹象显示 中国军方协助俄军 据路透社报道 海恩斯在加州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说 美国情报界认为 乌克兰的战事将会放缓 但乌克兰军方抵抗意志并未减弱 海恩斯称 俄罗斯没有能力自行生产 目前使用的弹药 证据显示 中国军方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另外,他还提到亚洲地区的形势 指出,朝鲜认为 中国不太可能就测试新武器一事 向平壤问责 并表示,目前没有情报显示 伊朗决定发展核武 而在中国问题上 海恩斯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无意接种由西方国家研发 效果较好的新冠疫苗 他也提到 中国发展用于信息战的收集信息框架规模很大 另外,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则认为 中国的政策鼓励向朝鲜这类国家为美国制造麻烦 而且他并不觉得中国会做出有助于稳定印太地区局势的行为 另外,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 3号也在里根图书馆的座谈会上做了发言 他说 美国正处于和中国竞争的转点上 美国需要军事力量 以确保21世纪 决定全球规范的是美国价值 而不是北京价值 据美联社报道 奥斯汀在座谈会上表示 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又日益有力量 重塑其所在区域以及国际秩序 以符合其专制偏好的国家 他说 容我名言 我们不会让它发声 奥斯汀说 美国国防部也关切俄罗斯将继续军援乌克兰 同时避免升高为美俄之间的战争 他说 我们不会被卷入普京的战争 另外,他还表示 未来几年将决定我们与中国竞争的条件 这些条件将形塑未来欧洲的安全 将决定我们的孩子、孙子 是否能够继承开放的世界规则和权利 是否将面临大胆寻求 以武力和恐惧称霸世界的专制者 奥斯汀说 就中俄这两大核武强权的威胁而言 中国的风险更大 他说 我们将预算对准中国的挑战达到空前程度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嚇阻来自实力 据报 在过去一周 美国国防部针对中国崛起 以及其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可能影响 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 据美国国防部上周一公布的年度中国安全报告警告 中国在2035年之前可能拥有1500枚核弹头 上周五又罕见的在晚间将美国最新型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核武逆宗轰炸机B-21突击者攻诸于世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近日 朝鲜一批重达200公斤的国有黄金被盗 市值约149亿韩元 约1147.5万美元 据报 这批黄金是在11月中旬 在平安北道首府 新翼州市 运往平壤时 在高速公路上被截 由于地点临近惠山市 与中国之间隔着鸭绿江 为防止歹徒 潜逃出境 朝鲜的多个边境城市进入紧急状态 惠山市更是部署了大量人力追捕 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 住在惠山市附近的匿名人士称 这批黄金应该是在平安北道工厂所制造 由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搭乘运输车亚送 不料在平壤新翼州高速公路上被三个蒙面人抢劫 消息人士指出 劫匪伸手矫健 疑似受过特别军事训练 据消息人士称 当局将所有平安北道前特种部队成员列为疑犯 逐个排问他们案发当天的行踪 据另一名消息人士称 惠山市散发传单 要求人们若发现任何黄金 或怀疑谁是黄金走私者 需立即报告 有消息猜测 这些200公斤的黄金可能被非法运到了中国境内 对于此案 消息传到朝鲜人民的耳朵里 不仅没有谴责 反而获得大赞 称赞劫匪是无名英雄 并称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苦 才有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偷东西 更嘲讽金正恩政府 只顾囤积黄金 垄断国内市场 根本不顾百姓生活 据悉 朝鲜每年约可开采2到4吨黄金 大部分都送到管理党内财务的朝鲜劳动党39号室 部分则送往朝鲜中央银行 此外 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 日前 朝鲜两江道汇江市的三名中学生 因观看并散布韩国电视节目 于10月份遭到公开处决 而这三名学生的罪名 则是从事反社会主义活动 对此 美国官员指出 这种残酷的表演 是金正恩用来恐怖统治群众的惯用伎俩 今天据伊朗媒体报道 在人民抗议两个多月后 伊朗已废除道德警察 这波抗议起因于库德族女子艾米尼被控 违反国内严格的女性服装规定 遭道德警察逮捕后身亡 此后 由女性主导的抗议浪潮席卷伊朗各地 而当局则把这次抗议贴上了暴动标签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 伊朗检察总长蒙塔兹瑞表示 道德警察跟司法无关 并已遭废除 昨天蒙塔兹瑞表示 国会和司法部门都在研究 是否需要修改女子必须穿戴头巾的法律 另外伊朗总统伊布拉辛·雷西 也在昨天表示 伊朗的共和制和伊斯兰教基本原则 在明于宪法中 但实施宪法的方式可以弹性 对此 有分析认为 对于伊朗政府高层的这些表态 表明伊朗的这波抗议运动 在经历数月后 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本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待 一下 谢谢观看